我没必要去买一些这么贵重的东西了 为什么你要管我 我又没有花你钱 作为曾经带着拜金词条 罢评香港娱乐八卦前排的女主角 吴谦宇这个漂亮女人 因为和港圈优质男性林芬拍拖 被无数人攻击是老女 毕竟相差了14岁的两人 每每出现在娱乐八卦新闻中 不是在去shopping的路上 就是提满奢侈品手提袋 尤其在最后分手的那刻 林芬的描述更是佐证了大家的猜想 对于这些 吴谦宇却始终保持淡然从容 看客们都在等着看最后 他是如何竹篮打水一场空 不过分手消息没等到 确实等到了他和男友世伯雄 一起出现在夫妻综艺中 而在节目中吴谦宇透露 两人已经申请结婚了 或许年底又或是明年就会办婚礼 而世伯雄为了表明真心还立了遗嘱 倘若未来自己先走 那么财产都会交给吴谦宇 看来世伯雄是真的爱藏了吴谦宇啊 不过吴谦宇对此却是无所谓 毕竟两人岁数差也不大 谁走在前面也说不准 况且吴谦宇自己也有不少存款 其中世伯雄和吴谦宇辩论省着点钱花 吴谦宇果断的回对 花的是我的钱又不是你的 这就是他在世伯雄面前自信的底气吧